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特朗普支持者在国会联系会议期间闯进国会引发冲突 事件中至少造成四人死亡 河北市家庄新增50例新冠确诊 当地全员核酸检测已经验出11例阳性 持续启动车区头条新闻 由五粮业集团特约赞助播出 中国的五粮业 世界的五粮业 好 头条新闻我们聚焦北京 中国中央总书记习近平 7号主持召开中国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会议 并发表讲话 会议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既要充满信心也要居安思维 会议听取全国人大常委会 国务院 全国政协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 党组工作汇报 听取中央书记处工作报告 会议认为过去一年 各机关坚定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 坚定维护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的核心 全党的核心地位 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 各方面工作取得了新成效 会议强调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是十四五开局之年 站在两个100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点上 既要充满信心也要居安思危 各机关要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全面贯彻19大等会议精神 增强4个意识 坚定4个自信 做到两个维护 要胸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 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牢牢把握国之大者 坚持底线思维 保持战略定力 勇于担当作为 增强斗争精神 认真做好各项工作 要带头执行中央八项规定及其精神 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 切而不舍抓好党风连政建设 以优异成绩庆祝建党100周年 冯红卫视综合报道 美国国会7号确认拜登获得足够选举人票 在大选中击败特朗普成为下一任总统 将于20号宣誓就职 特朗普对此发出声明 承诺会把权力移交给拜登 参众两院联席会议通宵确认选举人票 在当地时间清晨三点左右 两院确认拜登获得超过胜选门槛所需的270张选举人票 击败特朗普 在两院联席会议完成确诊工作后 联席会议主席副总统彭斯正式宣布 拜登是总统大选的胜利者 由于推特账号被封锁12小时 特朗普透过白宫赴幕僚长推文 他表示虽然完全不认同选举结果 但仍会在本月20号有序进行政权交接 他又声称 虽然这代表着史上最伟大的第一个总统任期结束 但这只是让美国再次伟大的开始 美国国会的联席会议 在过往都只是走个程序 但由于本届总统大选选情激烈 加上特朗普拒不认输 在部分共和党盟友支持下 使这次会议成为瞩目焦点 参众两院早前先后否决特朗普盟友提出 挑战亚利桑那及宾夕法尼亚等多个州份的选举人票认证结果 为拜登胜利扫除最后障碍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美国国会两院6号举行联席会议期间 总统特朗普的支持者在国会大厦外示威 有部分示威者更冲进国会大楼 国会立即进入封锁状态 华盛顿市场宣布傍晚6点开始实施宵禁 警方表示事件中至少4人死亡 其中一名女子在国会山庄内中枪 另外警方目前拘捕至少52人 还在共和党及民主党的总部分别发现及引爆了两枚炸弹 在副总统彭斯的主持下 国会两院于当天下午1点举行联席会议 开始认证各州选举人投票结果 大批特朗普的支持者聚集在国会大厦外示威 示威者冲上国会大厦 无动着美国国旗并高喊支持特朗普的口号 部分示威者冲破警方安保防线 闯入国会大厦 国会所有建筑随即进入封锁状态 国会休会彭斯被护送离开 众议院内部视频显示 在国会警员和示威者对峙时 众议院和工作人员们 挤在众议院大厅上方的阶梯上 随后国会议员工作人员和记者 都陆续被撤离国会大楼 华盛顿市长鲍泽随即宣布 将从晚6点到明早6点实施宵禁 弗吉尼亚州州长诺瑟姆也表示 应鲍泽要求向华盛顿派遣200名州警 和国防警卫队队员 白宫表示已派遣国民警卫队 和其他联邦保护部门前往国会大厦 国防部表示正在与国会领袖保持联系 执法部门的行动将由司法部领导 另据华盛顿邮报报道 华盛顿所有的国民警卫队员都将出动 据美联社报道 国土安全部正在向国会山派遣更多联邦特工 特王普随后在推特上发表视频 呼吁支持者回家 现在华盛顿的宵禁已经开始 国会山庄被重重的警力包围 不断的有新增派的警力部署到国会山周围 或者是进驻到里面 但在国会山周围呢 还是有大量的示威者聚集 并没有听特王普的话回家 凤凰卫视王悠悠白方 华盛顿报道 美国后任总统拜登谴责示威者 闯入国会大楼的行为 是对美国民主的攻击 甚至等同于叛乱 美国后任总统拜登表示 美国的民主遭受到前所未有的攻击 拜登又说 世界看着事情发生 美国一直是民主国度 却经历了黑暗时刻 他感到震惊和难过 他直指示威者的行为是叛乱 拜登表示 国会大楼出现的混乱局面 不代表真正的美国 只是一小撮极端分子 不无法计的所为 并让国民意识到 国家的民主很脆弱 需要保护 他强调 暴力示威必须马上结束 并敦促特朗普发表电视讲话 劝退其支持者 and it must end now I call on this mob to pull back and allow the work of democracy to go forward therefore I call on President Trump to go on national television now to fulfill his oath to fulfill his oath and defend the constitution and demand an end to this siege 美国国会已经确认拜登胜选 前一天 示威骚乱也逐渐平息 好个多消息 里可连线本台著 华盛顿记者王又友 又友你好 我们看到特朗普 虽然同意权力移交 但是还是不认同选举结果 怎么分析他现在的处境 下一步他打算怎么做 好的杨叔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 就在国会的前面 可以看到我身后呢 已经没有什么太多的示威者了 那主要都是重重的警力 不仅是包括当地的警察 还有从华盛顿本地派过来的 以及周围弗吉尼亚州派过来的 国民警卫队员 那除了这个警力之外呢 整个的国会也是被铁栅栏 已经紧紧的包围起来了 那现在的整个华盛顿呢 基本上是已经恢复了瓶颈 在我们等待的这个期间呢 不断地有这个晨跑的人 从我身后经过 那现在会不会还会发生 昨天类似的情况 以及当地会怎么办呢 我们看到华盛顿市长呢 其实已经为此做好了准备 那之前由于新冠疫情 华盛顿一直在紧急状态令下 那华盛顿市长也 1月5号截止的状态令 所以就是也是为这个 避免发生像昨天一样的情况 做准备 那华盛顿接下来怎么办 他并没有说 因为他最喜欢的几个社交平台 包括推特 脸书 油管 都已经暂时把它禁言了 他也没有通过电视 发表任何公开讲话 所以他自己打算怎么办 我们现在不知道 但是他已经没有什么选择了 那现在呢 我们看到他这个其他 他在有没有其他的支持呢 现在在国会的支持 尤其是由他这个 最亲密的盟友的支持 他已经失去了 昨天呢 他在国会最最亲密的盟友 参议员格雷厄姆呢 在这个讲话中呢 已经与他割席 他表示说 格雷厄姆在讲话中就说 其实我是不喜欢吵拜登的 我跟他一起呢 工作了很长时间 我一直在祈祷他输 但是他确实赢了 他说在参议员可能没有人 比我更需要说这句话了 就是当选总统拜登 和当选副总统哈里斯呢 将在1月20号宣示就职 江苏 好 非常谢谢悠悠 来自华盛顿的连线报道 看到今天早晨呢 华盛顿似乎已经恢复了平静 谢谢悠悠 好 美国政府行将换届 但国会6号举行联系会议期间 一度受到示威者的暴力冲击 白宫有多名官员 据报非常不满意 特朗普对此事的态度纷纷传出 将会辞职 在美国国会暴力事件后 总统特朗普的数名高级助手 包括特朗普的国家安全顾问奥布莱恩 国家安全副顾问波廷杰 和副幕僚长利德尔 都传出有辞职的意向 媒体即后证实 波廷杰已经递交辞呈 这名主导特朗普政府 对中国政策的官员辞举 被视为不满特朗普对于支持者 闯入国会大楼仪式上的反应 白宫没有对波廷杰的辞职 及时做出评论 第一夫人梅拉尼亚的幕僚长 格里沙姆及另一名高级官员 已经辞职 格里沙姆没有提及辞职 是否与国会爆发暴力冲突有关 但有报道指 示威者冲击国会 是触发他辞呈的导火线 格里沙姆2015年起 便加入了特朗普的竞选运动 格里沙姆于声明里表示 很荣幸可以在白宫服务国家 很骄傲是梅拉尼亚团队的一员 到全球各地帮助孩子 他对在职期间的多项成就感到自豪 另据消息称 白宫社交秘书尼切塔 和白宫副发言人马修斯 也已经辞职 有白宫官员指出 特朗普近期全部注意力 放在败选仪式上 忽略了总统的其他职责 包括对抗严峻的疫情等 凤凰卫视综合报告 美国国会大楼内外 6号都成为战场 在国会外示威的部分示威者 其间突然向现场媒体发难 不仅大骂记者 更向记者吐口水 还大肆破坏摄影器材 美联社记者贾洛尼克 在冲突发生时正在大楼内 他表示现场的情况混乱 身处国会内不同地方的记者 及国会人员 都被疏散到国会餐厅 他表示不久之前他正在医院内采访 但是突然有人告知议员 在圆形大厅发射了催泪弹 议员们要戴上防毒面罩 贾洛尼克并表示 见到便衣警员拔枪戒备 现场情况紧张 至于在国会大楼外 大批没有佩戴口罩的示威者 不停大骂采访人员 除了扔杂物 喷洒不知名的液体外 更向记者吐口水 不少采访人员 在示威者的逼近下 被迫离开现场 情况混乱 有背包及器材被遗留在地上 留下的较大型的采访器材 更加成为示威者的发泄对象 有人推倒摄影机后 大力踩踏 多家媒体都损失惨重 凤凰卫视中和报道 除了华盛顿国会大楼 特朗普的支持者6号 还在多个州的首府发起敌讳 力挺特朗普再来4年 部分地方的抗议活动 也爆发了肢体冲突 在华盛顿州首府奥林匹亚 数十名特朗普支持者 冲破华盛顿州长住所大门 聚集在关底门前抗议 示威者反复控诉选举存在舞弊 其中部分人持有枪械 州巡逻队其后在推特上表示 州长英斯利及家人都在安全的地点 现场示威人群 大约半小时后被清散 当天稍早前 另一批大约数十名示威者 就聚集在州议会外 要求重新点算总统选举票数 以及华盛顿州长选举票数 在俄勒冈州首府塞勒姆 因雨天气下 特朗普支持者 成牌站在州议会外的街道两侧 高喊口号 其中就包括极右组织 骄傲男孩 不久后 大约百名反对示威的人 出现在集会现场 双方爆发冲突 现场一度陷入混乱 有烟雾弹和爆竹 被扔到人群中 当地警方出动 竟然两边人群拉开 期间警方逮捕一人 而在俄亥俄州首府戈伦布 骄傲男孩组织成员和黑人的命 也是命成员爆发争执 双方互相叫喊 激烈扭打在一起 在场警方就试图缓解紧张局势 美国新冠疫情仍然严峻 但当天大多数人都没有戴上口罩 当天晚上在纽约 一批特朗普反对者 来到时报广场 他们手举标语 叫特朗普接受总统选举的结果 也有特朗普反对者 站在他旗下酒店门前 举标语称他有罪 黄红卫视松核报道 两名美国前总统 还有多名议员 都批评示威者的暴力行为 并把矛头直指特朗普 指责他煽动暴力 共和民主两党 都有前总统发声明谴责暴力 布什没有直接点名 但就表示自选举以来 一些政治领袖的鲁莽行为 对制度传统缺乏尊重 都让他感到震惊 奥巴马就表示 历史将记住 发生在国会大楼的暴力事件 他直言这次冲突 是由再任总统煽动 批评特朗普就合法选举的结果 一直在毫无根据的撒谎 是对国家的巨大耻辱 多名共和党议员 其声谴责暴力 众议员加拉格尔 就在联系会议被中断后 拍摄视频 他表示选举已经结束 要求总统特朗普 叫停示威 We have got to stop this Mr. President You have got to stop this You are the only person who can call this off Call it off The election is over Call it off This is bigger than you It's bigger than any member of Congress It is about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Look everybody understands that In the election process People get frustrated People get aggravated But that does not e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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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ndone violence 而共和党参议员 罗姆尼就更加在推特上 直接点名指责特朗普 煽动了这一次的暴力冲突 另一名共和党参议员 格雷厄姆 虽然未有点名批评特朗普 但就表示支持后任总统拜登的言论 并表示 现在是时候带领国家向前 民主党方面 众议员帕龙同样批评特朗普 煽动暴力 并散布危险的错误信息 要求社交平台包括推特 移除特朗普的账户 众议员奥马尔就表示 他正起草弹和总统的条款 不可以再容许特朗普 留在椭圆形办公室 美国商界同样谴责特朗普 代表超过14000家企业的 全国制造商协会主席蒙斯 就促请副总统彭斯 应该认真考虑与内阁合作 援引第25条修正案 考虑将特朗普免职 以维护民主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好 这样骚乱暂时平息之后 我们看到美国国会 经过通宵确认 正式宣布拜登当选总统 而特朗普表示 虽然完全不认同选举结果 但还是同意 移交全地 相关话题在现场 请到时事评论员杜萍先生 来做点评分析 对案生您好 你好 杨树 好 我看到这个示威者 冲到美国国会 应该是史无前例的一遭 看到很多外媒评价 这可能是特朗普总统任期内 噩梦般的一个结尾 你怎么评价 这个事情实际上 当然直接的原因是特朗普 对吧 但是为什么美国会出现 特朗普这样的总统呢 为什么美国会出现 那么多的支持特朗普的人呢 为什么美国的民主制度 实行了那么多年 就是还没有让这些选民 变得更加的聪明 更加的理智 或者是说对是非 对真假 有一个比较好的辨别的能力呢 问题出在哪里 实际上就出在美国的政治制度方面 美国的政治就是党派政治 党派政治就是一个风化的政治 相互的怀有仇恨 民主党和共和党之间 就是一个仇恨的政治 民主党和共和党各自的支持者 就是一个互相仇恨的政治 特别是在去年选举的过程当中 就已经看得非常的清楚了 所以现在今天发生这样的一个事情 它只是一个表征 它是在很长时间里面积累所发生的 只不过是时机没有到一个比较好的时机爆发出来 那今天这一次终于遇到了这个总统 遇到了这样的选举的一个情况和争执 才出现了这样一个比较极端化的行为 但是过去美国一直认为说 它的民主制度是最好的 所以他要把这样的一个民主制度 美式的民主要推广到世界各地 但是现在让全世界都已经看到了 美国今天发生的事情 特别是美国有这样的一个总统 特别是美国有这么一些选民 特别是美国的国会出现了这样的一个 非常混乱的对抗的政治 那现在出现的状况 这样一个乱象跟其他的一些发展中国家 包括那些搞颜色革命的国家 到底有什么不同呢 其实没有什么不同 所以我是觉得就是美国自己认为 自己的美国是民主是世界的灯塔 它可以照亮全世界 但是这一次的美国的这个事件 让我们看到 美国的这个世界灯塔的作用 其实非常黯淡 好 非常谢谢 读人生带来的分析 谢谢 好 去一下广告 回来看看其他国家的反应 欧洲多国领导人 关注美国国会大楼骚乱事件 约翰逊形容可耻 默克尔表示愤怒 而中国外交部就批评 蓬佩奥对美国国会骚乱事件 和2019年香港暴力事件 持双重标准 王毅对钢果金进行正式访问 分别会见钢果金总统和外长 好 欢迎去搭乘时事直通车 欧洲多国领导人 对美国国会大楼的骚乱事件 表达关注和震惊 英国首相约翰逊形容场面可耻 而德国总理默克尔就表示愤怒 英国首相约翰逊在社交网站留言 指美国会发生的事是可耻的画面 又指美国是全世界民主制度的代表 现在是至关重要的时刻 应该以和平有序的方式移交权利 德国总理默克尔表示 事件令他感到愤怒也感到伤心 又指闯入国会的人是暴徒 他相信美国后任总统拜登上任后 能为美国翻开新的篇章 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 民主选举不会向少数人的暴力屈服 又指西方民主制度正在受到威胁 但他相信美国的民主制度 必定会变得更强大 西班牙首相桑切斯表示 他相信拜登能够挺过这次事件 再次团结美国人民 意大利总理孔特对美国局势表示担忧 但他认为美国的制度牢靠 对美国抱有信心 瑞典首相勒文在社交网站表示 特朗普支持者的行为是对民主制度的攻击 特朗普本人和许多美国国会议员 负有极大的责任 俄罗斯常驻联合国副代表波里扬斯基就指 美国发生的场面 同乌克兰的颜色革命是相同性质 凤红卫视综合报道 伊朗总统鲁哈尼切好表示 美国国会爆发冲突 证明西方民主是失败和脆弱的 他希望全世界 特别是美国后任总统拜登 能汲取教训 做出弥补 让美国重新恢复伟大 罗哈尼表示 在美国国会发生的一切 证明了西方民主的失败和脆弱 根基薄弱 他指出 尽管美国在科技和工业上进步领先 但民粹主义却依然屹立不倒 外界都在目睹 在过去的四年 特朗普对自己的国家造成了什么样的灾难 罗哈尼批评特朗普 回掉了美国的尊严和声誉 罗哈尼说 希望这对全世界和美国的下一个总统 都是一个教训 回到美国 犯独 卢哈尼还批评特朗普只追求自己的个人和家庭的利益 给世界带来灾难 希望世界减少像特朗普这样的文盲管理国家 卢哈尼还希望拜登新政府能够弥补这些过失 并使美国民族重新回到伟大国家的地位 卢哈尼还希望地区和世界能出现更好的情况 伊朗最高精神领袖哈梅尼尼也将在周五发表全国讲话 外界预料他也会对美国的国内冲突做出回应 富豪卫视李维正卡木森德海岸报道 对美国华盛顿发生的暴力示威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7号回应指出 相信美国民众是希望得到安全安宁 特别是在当前疫情严峻的形势下 中方也希望美国民众能够尽快享有和平稳定 华春莹回应网络言论表示 2019年发生在香港的激进示威者暴力冲击香港立法会大楼 肆意损害立法会设施 使用有毒粉末和液体袭击围殴警员 然而香港警方保持了高度克制和专业 没有一个示威者死亡 现在在华盛顿发生的事件暴力程度及破坏程度远不及香港当时 他就引用美国主流媒体用词反问香港事件报道情况 美国的主流媒体都众口一词谴责 这是暴力事件 暴徒 极端分子 恶棍 是耻辱 那么当年他们形容香港的那些暴力示威者的时候 用的是什么呢 你刚才也提到了 亮丽丰锦线 把这些激进暴力示威者呢 美化成民主英雄 说美国人民和他们站在一起 这种鲜明的对比及其背后的原因是令人深思的 值得大家都进行严肃和深刻的反思 我们相信美国人民是希望安全和安宁的 特别是在当前疫情的严峻形势下 我们也希望美国人民能够尽快的享有和平稳定和安全 华春莹提到美国国务卿蓬佩奥 在提到美国会事件时称 这是不可接受 他就质疑 发生在香港的情况是否可被接受 蓬佩奥就美国国会发生的事情的说 这是不可接受的 那么在美国国会发生的这个事情不可接受 在香港的发生的暴力冲撞立法会的事情 他就可以接受吗 他说想解救香港人民 从压迫当中解救出来 请他睁开眼睛看看今天的中国和香港人民 我们生活的非常好 应该被解放和解救的是美国人民 同时华春莹呼吁美方对包括中国传媒在内的前方记者 应采取必要措施保障媒体安全 冯王医师陈其王磊北京报导 决定美国参议院控制权归属的佐治亚州参议院选举结果出炉 民主党候选人成功拿下周内两席 这意味着民主党未来四年将可以同时控制白宫及国会参众两院全面执政 美联社公布的开票结果显示 在已点算的98%选票中 民主党籍的奥索夫与沃诺克分别以得票率不足1%及2%的优势 击败共和党对手 其中沃诺克成为周历史上第一位黑人国会参议员 而33岁的奥索夫则会成为参议院最年轻的成员 沃诺克在自己名为当选参议员的推特账号上 发了一张与奥索夫碰手肘的合影 配文一起携手 有当地民众对选举结果感到开心 认为充满希望 民主党全取两席意味着民主共和两党出现50对50的局面 而哈里斯20号就任副总统后 会同时兼任参议院议长 在表决期间票数持平时 他将可以投下决定性一票 令民主党取得参议院控制权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好 再来关注中国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 对刚果金进行正式访问 当地时间6号 刚果金总统在首都金沙萨会见了王毅 当天王毅还与刚果金国务部长兼外长通巴举行了会谈 在当天的会见中 刚果金总统齐塞克迪表示 刚方感谢中方为刚抗击疫情和发展经济提供帮助 希望尽快重启两国经贸联委会 王毅表示此次访问旨在传递三点明确信息 一是中方支持刚政府维护国家团结稳定 相信双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会继续坚定站在一起 二是中方支持刚政府发展振兴经济 愿同刚方早日召开两国经贸联委会 帮助刚方尽快把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 三是中方支持刚方出任非盟轮值主席国 愿同刚方加强沟通协调 为论坛新一届会议成功召开 做出积极贡献 中方祝贺非洲大陆自贸区启动 支持非洲团结自强 推进一体化建设 希望非洲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 王毅当天还同刚果金国务部长 兼外长通八举行会谈 他表示去年中钢贸易逆势增长 反映出两国经济具有高度互补性 和巨大发展潜力 两国就共建一带一路打成共识 将带动更多中国企业富刚投资新业 王毅又祝贺刚即将担任非盟轮值主席国 希望刚方积极发挥非盟轮值主席国作用 推动新一届中非合作论坛会议 取得丰硕成果 为中非合作开辟更加光明未来 构建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 通八表示 希望进一步深化同中方的战略伙伴关系 不断加强两国在医疗农业等领域合作 欢迎中方进一步增加对钢投资 会谈后 双方签署了两国政府 关于共同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谅解备忘录 目前中国已经同44个非洲国家 分别签署了一带一路合作文件 王毅表示 欢迎钢果金成为在非洲的第45个合作伙伴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据朝中社7号报道 朝鲜劳动党第八次代表大会第二天会议6号举行 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继续做了朝鲜劳动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工作总结报告 报道称第二天会议报告分析交通运输 基建城市管理对外经济等主要部门和经济管理部门实况 并提出了新的五年计划期间 有关部门取得革新发展的目标和实践途径 报告还提出一系列解决方案 确保农业轻工业水产部门有计划的实践可持续生产增长 独立自主的多方面发展市和郡 创造可以真正汇集人民生活的实质性变化 另据韩联社报道 金正恩重申进一步提升国防力量 以维护国家和人民安全以及社会主义建设和平环境的重要决心 并提出具体的奋斗目标 当天的总结报告并未涉及对韩和对美的政策 仅着重阐明经济工作领域事务 总结报告会在7号继续进行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好的 去下广告回来继续为您报道的是 深圳8号零时期对所有国内中高风险地区 抵深圳机场的人员进行核酸检测 香港新增29例本地确诊 当局将启用纪律部队人员协助追踪密切接触者 日本东京等四地进入紧急状态 为期一个月政府呼吁民众晚上减少外出 欢迎一句搭乘时事直通车 这节我们来关注河北疫情的最新发展 河北石家庄市在6号新增50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以及67例无症状感染者 目前当地全员核酸检测累计已经减了241万多人 新增阳性11例 另外河北省邢台市目前也启动全员核酸检测 石家庄市政府7号召开疫情防控发布会 副市长孟祥红表示 截至7号12时 全市的全员核酸检测累计已减241万多人 核酸采样超过610万人 新增阳性11例 另外石家庄已发病例集中分布在岗城区增村镇内 在区外成零星散发态势 目前岗城区已全部完成核酸检测 增村镇完成了二次检测 并已启动第三次检测 孟祥红表示 目前市内有5家医院已经全部腾空 全力受制新冠患者 此外石家庄全市人员车辆均不得离世 被列为高风险地区的岗城区 全区人员车辆均不得出区 另一方面 邢台市本轮疫情的确诊病例均为南宫市病例 据邢台市政府消息 截至6号下午4点 已对南宫市36万多常住人口 进行了全人核酸采样 目前邢台市已启动全市范围内全人核酸检测 计划于8号前完成任务 另外邢台市日前将首批3例确诊患者的核酸样本 送至中国疾控中心开展基因测序 根据反馈结果 病毒传播与欧洲输入病毒高度同源 凤红卫视综合报道 深圳卫健委通知 从8号凌晨0点开始 对所有国内中高风险地区 抵深圳机场的人进行核酸检测 通知称 自2021年1月8号凌晨0点开始 按照航班计划起飞日期计算 所有来自国内中高风险地区所在城市 也就是北京 沈阳大连黑河石家庄以及行台起飞 包括京庭的航班 抵达深圳机场之后将采样所有人员 将采样人员对所有旅客进行核酸检测 核酸采样完成之后旅客即可正常离开机场 检测结果可以通过深圳卫健委的公众号或健康码查询 截至7号凌晨 香港新增33宗新冠肺炎确诊个案 其中29宗为本地个案 另外有超过30宗初步确诊 当局表示位于启德的个案追踪中心 从下周一开始将会启用 将戒掉100名纪律部队人员协助追踪 香港新增的新冠肺炎确诊个案中 有4宗输入个案 分别从尼泊尔和巴基斯坦迪港 其余29宗为本地个案 其中有5宗源头不明 24宗与早前的确诊个案相关 蓝田江军奥隧道地盘群组再有11人染疫 群组目前累计有27人确诊 早前出现小型爆发的马加列医院 再有一名病人服务助理初步确诊 他主要负责协助治疗师 不需要进行高风险医疗程序 家人也初步确诊 当局指 加强个案追踪是很重要的防疫抗疫手段 从下周一开始 将有一百名纪律部队人员 借调至启德的个案追踪中心 协助追踪密切接触者 关于疫苗注射的安排 食物级卫生局副局长徐德义表示 Biontide疫苗对储存温度运送等要求很高 当局将在18个区设疫苗注射中心 集中统筹安排 当局指 虽然确诊数字回落 但过去一周源头不明个案仍接近三成 呼吁市民不要参加不必要的聚会 避免疫情反弹 凤凰卫视李千千香港报道 日本新冠疫情严重 首相菅义伟7号宣布 东京等4地进入紧急状态 为期一个月 政府呼吁民众晚上减少外出 而餐厅也缩短营业时间 日本政府周四宣布首都东京 神奈川千叶奇遇县4地进入紧急事态 从1月8日至2月7日的一个月 进入紧急事态的地区 要求民众晚上8点后没有急事 不要外出 餐厅在晚上8点后不能营业 企业实施远程办公 将上班人数减少七成 不过紧急事态发布后 各地学校将不会停课 保育员等托儿服务也照常 而配合政府缩短营业时间的餐厅 平均每天可获得6万日元补助 对于不配合的企业 政府将公布企业名单 日本首都东京今天的新增确诊 确诊超过2460新高 连日来都在不断地更新这个数字 在大街上的今天发布紧急事态 我们感到人流量少了很多 大家都步履匆匆 在超市里面的各种生活用品 依然是供应正常 并没有出现抢购的现象 凤凰卫视 李淼 沈宁正盛 日本东京报道 美国卫生当局目前批准分发 辉瑞和莫德纳生产的两款新冠疫苗 而专家认为全美范围的防疫工作 可能比想象的还要艰难 来看我们制作的 全球疫苗争夺战系列报道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分类 美国辉瑞及莫德纳两款疫苗 均属于核酸疫苗 虽然两款疫苗的研发均强调 关注种子差异 但实验者都仍以白人为主 孕妇和儿童被排除在实验之外 针对近期新冠病毒变异情况出现 专家称核酸疫苗的设计 已经纳入病毒变异可能性 它是把这个RNA 它是Compute的数据好的 设计好的这个顺序 做成一个RNA 达成达到你体内 原来是在工厂里合成的蛋白质呢 现在不在工厂里合成 但你体内合成 就是没有什么副作用 也没有什么带进其他的毒性 就是你体内合成 那么合成的蛋白质 合成的那个抗原呢 又不是仅仅但对一种 已经是包含了很多 我们从理论上可以知道 它对于变异 还不是那么大的挑战 除了货批紧急使用权 运输和助存疫苗 也提出新挑战 货源疫苗需要在 零下70摄氏度的 极端低温状态下储存 使美国干冰需求激增 仅联合包裹服务公司 每天要供应5000磅干冰 保障疫苗运输 Vaccines is not something that's new to us we've been moving the flu vaccine the meningitis vaccine the Ebola vaccine for many years our Chicago facility is 425,000 square feet it's the largest freestanding facility that DHL Global Folding has anywhere in the world we have the ability to handle cold chain shipments I'm actually happy that we got the Moderna because the Moderna is easier to store even though we have the extra super refrigerator for the Pfizer this one is easier to store and in addition you can utilize it for up to a month after you get it out so it has a lot of advantages 另外 美国民意调查显示 约四分之一 美国人拒绝接种新冠疫苗 非议美国云占比最高 人们担忧疫苗开发仓促 副作用不明朗 政府无法确保接种安全 但数据也表明 愿意接种疫苗的人群 已提升至71% communities of color have been hit particularly hard by COVID-19 it's tragic when you see how this virus has shown a really bright light on what was already a problem in our country with health disparities and the same groups that have suffered from things like diabetes and heart disease and hypertension are also the ones who are having higher morbidity and mortality from COVID-19 those are the very groups that would stand to benefit the most from the vaccines and yet they are also groups that because of past experiences are a little bit distrustful about whether this is going to be good for them 美国媒体披露 联邦政府 已经批准部分 要起免于对疫苗 产生的不良反应负责 而律师指出 政府通常不会提供 太多类似的责任保护 通过一揽子豁免法案 非常罕见 另外民众不得起诉 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 授权紧急使用疫苗 若雇主要求 将接种疫苗 作为工作条件 也不能追究其责任 富豪卫视 陈清文将广复 女儿报道 国大办7号批评 民进党当局 对香港依法制裁 违法分子大放厥词 再次暴露乱港 谋独的邪恶本质 必将自食恶果 国大办发言人 朱凤莲回应记者提问 有关民进党当局 及其一些头面人物 对香港警方依法拘捕 涉嫌违反香港国安法的人员 说三道四时指出 香港特区政府依法制裁 违法分子天经地义 民进党当局大放厥词 再次暴露其不自量力 乱港谋独的邪恶本质 又指民进党当局 必须停止这类政治操弄 香港事务 企图为违法活动 打气的卑劣行径 顽固累积 谋独恶果 必将自食恶果 好休息一下 下节继续关注其他消息 我们一会见 欢迎接大纯 时事直送车 好这节我们关心 在台湾菜政府开放 还有收入经莱克多巴胺的 美国猪肉进口 引发民意反弹 包括台北在内 多个地方是政府要求 卖场通路 设置非莱猪专区 台北市长柯文哲 批评蔡政府一意孤行 地方政府只好自力救济 保障民众的使安全力 台北市长柯文哲 7号赴议会 针对韩莱克多巴胺 美国猪肉进口 台北市的因应对策 进行专案报告 一开场他首先批判 蔡政府8月底 突然宣布开放 根本没有经过任何 沟通协调 在公布的时候 他既没有人民 一个商量 事实上也没有跟在野党商量 我相信 事实上跟自己的党内同志 他们也没有商量 所以是由中央政府 就直接就公告 所以他并没有一个 协商的过程 柯文哲列举 开放萊猪过程 除了未经沟通 忽略台湾民众饮食习惯 以及猪肉加工等等问题 都可能让民众 暴露在食安风险之下 蔡政府却又宣布 地方政府要求辖区内肉品 不得含有来际的规定无效 各县市只好自立就机 目前的中央政府 你知道 反正他想怎么干就怎么干 他也有立法院的多数 好 那既然你 我们是这样 作为台北市长 我们领导一个台北市府的团队 那在中央的这个 想要一意孤行的状态下 你知道 我们尽我们的能力 给台北市的市民 有一个比较安全 或者说最起码 有一个选择的权利 目前台北市要求业者 在通路设置非萊猪专区 借由源头管理和清楚标示 让民众有自由选择的权利 柯文哲直言批判 蔡政府的萊猪政策 也在台湾政坛引发效应 凤凰卫视林清平陈建达 台北报道 我们再来看两岸三地股市的收盘情况 内地护生股市反复上扬 护制小幅高开之后维持整理态势 但尾段人气好转 大盘创出五年高位 护制收盘上升0.71% 而生成指责上升1.11% 香港股市开高收低 邮交所要求三大电讯营运商摘牌 拖累了恒人指数 收盘下跌0.52% 至于台湾股市高开高走 加权指数收盘上升1.54% 好 最后关注一下天气消息 我们就要给气象主播杨洁 再会 好 先您搭乘今天的实施直通车 2021年1月7号 我是杨叔 在香港祝您健康平安 再会